我是高一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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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祝大家 祝年快樂 萬事如意 我們今天要表演一個小象徵 叫中和字 上個星期 我們約好要比一比我們倆的中文知識 對 我們約好 誰能說出一個內方 聞所未聞的事 誰就得一分 你要給我先來嗎 請 所以上個星期 我的爺爺帶我去中國城 我看到一個牌子 上面有五個大字 每個字我都認識 但是合在一起 我就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了 還有這種事 是哪五個字 你看 就是這五個字 張記水電行 張開嘴巴的張 記錄的記 電話的電 熱水的水 和行不行的行 還真說不上來 這是什麼意思 告訴你吧 張記水電行的意思 就是張姓張的人 開的一個修理水管和電器的公司 張記水電行 張家開的修理水管和電器的公司 對啊 對啊 我爺爺告訴我 這裡這個行 其實電行 就跟銀行一樣 意思就是公司或者商店 這倒是 我奶奶常去的藥材行 就是賣中藥的商店 原來這裡的水 表示是水管 電是電器 那張記是什麼意思 張記嘛 張就是姓張的意思 記就是記號的意思 準確的說 張記的意思 就是張家的 是這麼回事嗎 就是這麼回事 王記就是王家的 李記就是李家的 怎麼樣 這可是你以前聞所未聞的吧 好吧 算你得一分 現在該我了 你聽說過 中國字有名字嗎 啊 中國字還有名字啊 我是聽說過 人有名字 學校有名字 馬路有名字 商店有名字 從來沒聽說過 中國字還有名字的 沒聽說過吧 告訴你 這張記水電行的張記有名字 張記有名字 張有名字 叫什麼 叫工長張 工長張 是要 左邊一個工 右邊一個長 工長張 我的朋友也姓張 不過他的張是另外一個張 是麗藻章 上面麗藻章 下面一個麗 下面一個藻 也就是文章的章 中文裡做姓名的字 不少都有名字 真的嗎 那樣我們姓黃 黃有名字嗎 有 草頭黃 我們的朋友 余小敏姓余 那有名字嗎 有 甲鉤余 那樣王老師姓王 三韓王 王老師的丈夫姓李 父子李 我姥姥姓吳 口天吳 我奶奶姓胡 補月胡 我爺爺姓徐 川仁徐 等一等 你姓黃 你爺爺怎麼會姓徐呢 那是我蝦冰的 想考考你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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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